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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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字 Background Background 第六個字 Time Consuming Time Consuming 好,在正式進入第一個單字之前 我們依照慣例 還是先來感謝本節目的功德主囉 非常感謝我的好友 ETJSON為大家整理這900個多億必考單字 完整的單字表一共有10個類別 ETJSON的個人網站請搜尋 國藝老師或國藝英文器官科學院 相關網址請參考影片說明 所有的例句取材自Yahoo線上字典 與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nline 同學只要在字典網站中搜尋我們列書的單字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例句以及其他的相關訊息 先來看一下第一個字 A G I L E 這個我剛剛去查了一下Longman字典 它有兩個發音 如果英式發音可能會是叫做Agile 如果說是美式發音可能叫做Agile 這兩個音可能各位都會聽過 我以前自己比較常聽到Agile這個發音 反正大家習慣就好了 它的意思就是 輕快的靈活的可以因應環境去做出適當變化的 像一些運動員 一些工作的人的話有些人反應很快 那這種人就是Agile 以前還記得說小弟我在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微軟剛推出Visual Studio.net這樣的一個開發平台 當時的微軟的研討會裡面就提出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現在人需要具備的能力不只是Ability 還包括Agility 那當然說Ability這個字就是ABLE這個字變化而來的 就是能夠你不只是需要具備能力 還要具備Agile需要你的機動性 換言之等於說環境改變 只要你也要跟著改變 不能一直說我想要做同樣事情 雖然你能力很強 可是因為環境改變需求改變了 你很可能就會碰到很多的挑戰跟挫折啦 那其實我們在教書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我在幾年前可能一些能力非常強 票房非常好的老師其實 最近幾年也慢慢遇到一些挑戰 所以因此我們都要需要做出 針對觀眾的特性的改變 會做出適當的調整 那這樣的話就是我們的Agility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不只是Ability 還要Agile 就是不只是要能力 還要機動性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到Yahoo給的例句 這裡面一共有兩個句子 都蠻簡短的 第一個例句說 The kid is as agile as a hare Hare這個字的話可以只是野兔 它跟Rabbit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這裡我們是不深究 你就說它是一種物種叫野兔 Hare H-A-R-E 那有空的話可以去字典上查一下 甚至是應該去Wikipedia 或者是那個去YouTube去看一下Agile 就是應該說Hare的影片 我看到野兔長什麼樣子 它的一些耳朵長度身體比例 跟我們一般來講養的那種家兔 家兔叫做Rabbit嘛對不對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總言之這裡面講說 The kid is as agile as a hare 在這裡只是說這隻 不是這個孩子呢 跟腳兔一樣靈敏 所以有人講說動如脫兔 他一旦動起來的時候 就是跟兔子一樣機靈 因為兔子是跑了很快的動物不是嗎 所以說as agile as 跟什麼什麼一樣呢 就像兔子一樣靈敏 叫做The kid is as agile as a hare 繼續看一下第二個例句這裡說 The boy has an agile mind 能夠這樣當然是非常好 這個孩子有一個非常機靈的腦袋 Mind可以指的是一個人的心智 也可以指的是腦袋 腦袋我想說應該心靈心智都可以 換言之等於說這孩子年紀小小的 可是反應非常靈活 知道什麼時候該幹什麼事情 The boy has an agile mind 就像李老師也常跟學生講說 智慧的智 上半部是智 下半部是智 換言之知道什麼時候該幹什麼 那就是一種智嘛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Loneman給的例句 這裡一共有兩個句子 第一個句子說 He was physically strong and mentally agile 這當然是非常好的一個境界 以前傳說中都會講說 有些人是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 可是這個人呢 可不是這種狀況喔 這裡講說 He was physically strong Physically就是身體上的 Strong是非常強健 身體很強壯 但是呢 Mentally Agile Mentally指的是心理層面的 MENTAL可以指的是心理的 所以他的心理是非常的機靈的 所以他不管是身體跟心理都是非常的 靈活矯健的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身心狀態 叫做 He was physically strong and mentally agile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單字的最後一個例句 句子稍微有點長 這裡說 The best organizations use the team approach to stay agile and adaptable 前面講說 The best organizations 就是所謂的最好的組織 最好的像是包括公司行號啦 或是辦公室的處事都可以叫做一個organization 在這裡說最好的一個組織怎麼樣呢 use the team approach Team approach當然是團隊的一種策略方針 Approach這個字 就是照字面上解釋 因為以前我們學過這個字是靠近的意思 他當名詞可以指的是說 可以幫助你靠近目標的方法跟途徑 那可以講是說做事情的方法嘛 對不對 所以可以說是靠著團隊合作 叫做the team approach 利用團隊的方式 不是靠單打獨鬥 是靠團隊的方式 去怎樣呢 Stay Agile and Adaptable Stay這個字可以指的是保持 相當於Remain這個字 或是Keep K-E-E-P 或者是Remain R-E-M-A-I-N 去保持在什麼樣的狀況呢 後面接了兩個形容詞 第一個形容詞叫做Agile 就是所謂的靈活 Adaptable可以指的是說 因為Adapt A to B 就是讓A去適應B 或是根據B去調整A 叫做Adapt A-D-A-P-T 那這Adaptable 如果你一個人是Adaptable的話 就是指的是你這個人是很有 彈性的 可以適應環境 可以適應工作 可以適應對象的不同 就去講正確的 做正確的事情 講正確的話 叫做Adaptable 可以指的是一個人有伸縮有彈性 有點像是一個人叫做 Flexible 但是我想說 Adaptable的話 更強調你的適應性這件事情 Flexible強調你這個人是可以改變的 但是Adaptable強調適應 某個特定的條件或對象 所以整個句子這裡說 The best organizations use the team approach to stay agile and adaptable 最好的組織 會使用團隊的方式 來保持機動性 以及可塑性 你可以這樣講 好 第一個單字就到這個地方為止 我們繼續來看第二個單字 第二個單字叫做greedy 這個字聽起來就是比較負面的 在罵人的話 G-R-E-E-D greedy這個字就是貪婪的意思 貪婪 像以前那個 《淡丁的神曲》裡面講到七大死罪 其中一條就是貪婪 那加Y的話就是一個形容詞 通常你在那個國家地理頻道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你在YouTube上面看到任何的動物 你把它加上greedy這個字 你一定會看到它一些 它很貪吃的一些畫面 greedy就是貪婪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Yahoo裡面的例句 這裡一共有三個句子 第一個句子說 Don't be so greedy Leave some of the food for the rest of us 這是一句或多或少要求別人 或者是批評別人 或者是責備別人的話 Don't be so greedy 你不要這麼貪吃好不好 不要這麼貪心啊 接下來第二個動作 Leave some of the food some of the food 就是這裡面的食物的一部分 Leave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是遺留 就是等於說要把那個東西留給人家 留給誰呢 For the rest of us 在這裡的rest 指的是the other 就是剩餘的 等於是說 我們是一群人 但是不要都只有你一個人吃 你要去顧一下其他人 叫做the rest of us 我們這些人的其他人 所以後面的動作叫做 Leave some of the food for the rest of us 就是要留些食物給我們其他人吃 不要都是你吃 所以整個句子叫做 Don't be so greedy Leave some of the food for the rest of us 就是說不要這麼貪吃啊 留些食物給其他人吃 請記得這件事情 強調一個人的一種行為準則嘛 就要人家不要什麼通通通藥 什麼通通東西都不顧到別人 那繼續看一下第二個句子說 the dictator was greedy for power 在這裡我想看到的就是說這個介系詞 for greedy for power就是貪圖權力 對權力有一種貪心 greedy就是貪婪嘛對不對 所以 Dictator Dictator 這個字是 獨裁者 常常在 國際新聞上面 像經濟學院什麼東西的 都會指控某某人是一個 貪婪的 是一個獨裁者 叫做Dictator 那如果獨裁這件事情 後面這個字加上SHIP Detectorship就是獨裁這件事情 那我們整個句子說 The detector was greedy for power 這個獨裁者貪圖權力 他貪圖權位 巩固他的權力這樣的事情 看起來顯然是一個負面的評價啦 繼續來看一下第三個句子 這裡說 She is greedy for success 前面也是用for 這是第二個用for的一個 的例句 greedy for success 可以只是 渴望某樣東西 所以前面剛剛講說貪圖權力 我聽起來好像是很負面對不對 在這裡的greedy for success 的話 你就不能說他是負面的 因為他貪求的是什麼 是成功 也許不一定是完全正向 但是至少是覺得 這個人的求勝欲望非常強 希望 渴望要有成就 至於說會不會帶來負面效應 這裡是並沒有講的 這並沒有這樣的 顏色的意思 至少就講說 渴望成功 She is greedy for success 希望大家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有這樣子的 強盛的意志力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Long Man給的例句 這裡一共有兩個句子 也很好懂 第一個句子說 He looked at the gold with greedy eyes Eyes的話 指的就是你的眼睛 那greedy eyes的話 當然是貪婪的目光 不一定指的是眼球本身 眼球本身是不會貪婪的 是你的目光看起來很貪婪 He looked at the gold Gold 當然就是指金子 他看那個金子眼睛都開了 見前眼開的概念 叫做 He looked at the gold with greedy eye 他用怎樣呢 貪婪的眼光 看著那些金子 看著就是 心裡面很心動的意思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單字的 最後一個例句 這裡說 後面的selfish and greedy 是用來補充說明 前面那個 ambitious man 那 ambitious 指的是一個人 是非常有野心的 這是一個形容詞 那如果說 這個人的企圖心 可以叫做 ambition A-M-B-I-T-R-O-N 在現代人裡面的話 這個應該不是一個 扁義的字 如果說 很多公司的業務單位 尤其是一些 跟業績有關的單位 所以我想老闆 應該是非常希望你這個人 是有ambition的 想要挑戰高薪 當然如果 進到一家公司努力 想要得到升遷 你可能對工作也非常有動力 所以 我在說 在現代的職場的話 可能不是在跟你客氣的 對很多人而言 我想 ambition 是一件好事 He was an ambitious man 他是一個 非常具有企圖心的人 man 不一定要翻成男人 就是一個人 然後 但是後面的話 就有負面了 叫做 selfish and greedy selfish就是 self就是自己 selfish就是 自私 這考慮到自己 就是自私 greedy 是貪婪 看起來在這裡的 ambitious 的話 可能也是把它當成 負面去解釋 He was an ambitious man selfish and greedy 他是一個 怎樣呢 企圖心 旺盛 自私又 貪婪的人 看起來 真是慢的話 好 那第二個單字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往第三個單字前見 第三個單字 這個單字對李老師而言 也是個教學相長的機會 因為以前我跟這個單字也不熟 所以這個 錄製單字節目的話 真的是一個 我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這個字叫做 fret 字面上的意思的話 其實跟 worry有點像 以前我們學過 worry這個字 他可以指的是自己擔心別人 擔心某樣東西 等於說他是當個 從不急務動詞 當急務動詞也可以指的是 讓某人擔心嘛 對不對 那這個字 fret 其實在這方面的用法 跟worry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他的含義 可能比worry還要再廣一點 因為他也可以指的是 磨損一樣東西 或是讓某樣東西 發生袖蝕 等一下看到例句裡面 就會知道 不過想說這個 感覺也是可以理解 因為袖蝕是 是侵蝕 某樣東西的 物理上的侵蝕嘛 但是如果說是讓一個人感到交集 也可以只是消磨你的意志力 不是嗎 所以 我覺得如果善於聯想的話 有些單字就絕對比較不會那麼難懂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Yahoo的例句 這裡面一共有五個句子 看起來資訊量比較大 但是 句子都比較短一點 不會很難懂 大家請耐心聽 第一個句子這裡說 she'll fret herself to death one of these days one of these days 當然是總有一天 那she'll fret herself to death 什麼什麼to death 就是會死掉 怎麼會死掉呢 fret herself 就是 憂愁 讓自己憂愁啊 就是說 聽起來感情上就是說 做了某件事情 這樣自己感到憂愁 當然有人會覺得 有種感覺就是自尋煩惱 他如果再這樣搞下去的話 他會有一天會 發愁死掉 叫做she'll fret herself to death one of these days 總有一天 我這天也懷疑得比較容易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壓力 負很大的樣子 當然就希望他可以 放輕鬆一點啦 第二個句子就跟李老師剛剛講的 概念有點像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說 the metal is flattered with the acid acid這個字的話 就是所謂的酸嘛 對不對 那酸會做什麼事情呢 the metal就是所謂的 金屬 is flattered fretted tted 這個是一個過去分詞 因為 後面中間是一個紫音 一個短紫音 那後面的話 the te叫double is flattered with the acid 就是 因為用這個酸 被怎麼樣呢 而產生了鏽石 就是所以說 字面上翻譯說 金屬會被酸給腐蝕掉 叫做 the metal is flattered with the acid 注意一下有 with這個介系詞 不是用by 不是by喔 它不是 翻譯說是 被那個 酸侵蝕掉 我們中文講被 可是在英文裡面 它是用with這個介系詞 大家請注意一下 繼續來看一下第三個單字 這裡說 the breeze fretted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哇聽起來感覺非常像文學作品的畫面 breeze就指的是微風 fretted the surface surfing指的是 它不是微軟的平板 surfing指的是東西的表面 surfing of the water就是 水的表面 那世界上有什麼東西可以打破水的表面呢 當然也許是 某個東西物理上的經過 好比說闖滑過去 或青蛙跳進去 都可能這樣子做啦 但是在這裡指的是breeze 清風怎麼樣呢 吹皺一匙春水 叫做fretted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字面上好像說是 它 它侵蝕了水的表面 那當然事實上水的表面 並不是一個固體的東西 它只是被風吹過去 讓它表面產生皺褶 它破壞了瓶頸的表面 看起來像秀石一樣 叫做 the breeze fretted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你可以講說 清風吹皺一匙春水 聽起來很像我這作品的畫面 繼續來看一下第四個例句 這裡說 It won't help to fret about the problem It won't help 這件事情是沒有幫助的 fret about the problem fret about就是worry about the problem 為了這個問題發愁 是怎樣呢 Won't help 是無濟於事 在很像佛教的經典裡面講 弱勢尚可為 言和不歡喜 若以不濟事 You know有何意 一切事情 如果還能夠努力的話 那為什麼不開心呢 那如果已經 反正都已經沒有辦法了嘛 對不對 你現在擔心有什麼用呢 就 You know有何意 若以不濟事 You know有何意 其實就是這句話的概念 You won't help to fret about the problem 就是為了這個問題發愁 是無濟於事的 不要把自己搞成那樣子 要不然就會很像第一句 叫做 She will fret herself to death One of these days 你一直翻了到最後 有天你會死下俏的啊 繼續來看一下最後個例句這裡說 She gets in the fret whenever we are late 看起來 fret 在這裡可以當名詞 指的是 憂愁的意思 Get in the fret 就是發愁 或是焦躁 whenever we are late 就是 我們一遲到 他就感到非常的焦躁 你的老闆可能就會說 天啊 世金哥的 怎樣 類似像這種精神 也許那是你媽 是你的老師 感覺上 好像遲到五分鐘 好像天塌下 一樣 就一副就很緊張 不安 念個不停 這種感覺 叫做 She gets in a fret whenever we are late 這個片語不錯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Loneman的唯一的一個例句這裡說 There's no point in fretting over it now 跟前面剛剛那個發愁是無激於事的概念 是有點像的 There's no point 這件事情是沒有點的 沒有點就是說 沒有任何的合理性 沒有任何的必要性 這樣做是不需要的 幹嘛呢 in 後面叫VRNG 我想要 想要看到這個片語 There's no point in fretting over it over it 在這裡就是為了某件事情 至於這件事情是什麼東西 我們並不曉得 總而言之是想說 為了這件事情繼續發愁事 這個是沒有必要的 這根本沒有這個合理性 幹嘛這樣子呢 Now就是現在 最後整個句子我再講一遍 叫做 There's no point in fretting over it now 就是現在為了這件事情 煩惱 這是沒有必要的 好 第三個單字講完了 我們繼續朝第四個單字前進 第四個單字是今天的重頭戲 是我們熟悉的字叫做retire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說 這個字跟退休是有關係 退休退役 或者是 你當名詞也可以只是退贏 打棒球的時候講說大谷相平 連續三上三下 連續三上三下你可以講說 他retire了三個球員 讓某個人下場 對不對 讓你上來又下去 當然你也可以只籃球場上 某個球員 如果說被教練換下去 也可以講他retire 只是說大部分說我們認識的retire這個字 就是直接從職場上退場不是嗎 那他有個名詞叫retirement R E T A R E M E N T 我想這個字 應該在台灣是個非常熱門的字 因為大家都在考慮自己退休的問題 人口老化啦 或者是老年以後 到底能不能得到善終啦 都會談到這個retirement這個字 那我們就準備深呼吸 因為來看一下Yahoo 一共有七個例句 而且看起來字都比較多 耐心的學習 這今天的重頭戲 那第一個例句說啊 The company retired him as soon as he reached 60 這家公司呢 retire him就是讓他退休 什麼時間點呢 as soon as 一怎麼樣就怎麼樣 He reached 60 他達到60 也就是說他到法定的退休年齡 公司馬上叫他走人 可見這公司 也不打算留人 或是希望說可以把他的 直覺控出來留給新人 其實已經等這點等很久了 反正法定年齡上可以讓他退休 就讓他退 這種感覺叫做 The company retired him as soon as he reached 60 他一到60歲公司就讓他退休啦 第二個句子 The general decided to retire his troop from action 在這裡retire his troop不是叫他的那個部隊都結甲歸田 然後可以不用打仗了 不是喔 這只是撤退的意思 The general General可只是將軍 decided to呢 這是個過去式 決定做什麼事情呢 retire his troop 就是把讓他的部隊撤出來 from action retire his troop from action Action 在這裡當然只是軍事的行動 所以換言之等於說 這個將軍呢決定把他的部隊怎樣呢 撤出戰鬥 叫做 The general decided to retire his troop from action 繼續來看一下第三個例句這裡說 The government retires won or ton bills from use 這個句子我喜歡 Won or ton 本來的句子都是 W-E-A-R跟T-E-A-R 那如果說是wear這個字在這裡指的是磨損 不是穿衣服喔 W-E-A-R在這裡是磨損的意思 那T-A-R在這裡不是眼淚的意思 T-A-R是撕裂的意思 他當過去分詞tone won and ton 當然就是破損的 破損的 所以the government retires won or ton bills Bill也不是指人民 在這裡bill指的也不是查單 也不是指法案 在這裡指的是鈔票 所以把那些破損的鈔票呢 retire A from B 讓A從B上面退出來 從什麼東西退出來呢 use是使用 不然字面上就是說 這個政府把那些破損鈔票 就回收作廢了 叫做the government retires won or ton bills from use 這個句子滿好懂的 繼續來看一下第四個例句這裡說 Mr. Weller retired last month and now lives at his ease retire last month當然很好懂 上個月就退休了 and now呢 現在呢 lives at his ease E-A-S-E 平時我們都學過 easy這個字就是輕鬆 當名詞的話就是放鬆的意思 像有人講說at ease 就是你放鬆一點嘛對不對 at ease 那個加上這個接系是at 那再講at his ease 就是說放鬆的生活 所以到現在過著像閒雲也喝一樣 所以整個句子呢 聽起來滿令人羨慕的 Mr. Weller retired last month and now lives at his ease Weller先生三個月退休 現在過著悠閒的生活 繼續來看一下第五個句子 我知道各位一定累了 來喝口水深呼吸一下 我們看一下第五個句子這裡說 She retired to the country Country在這裡不是國家 而是鄉下 所以retire to the country 就是說她退營 然後就要去住鄉下了 告老還鄉 即將歸田 她說 She retired to the country 繼續來看一下第六個句子說 Our armies have retired to regroup for a fresh attack 在retire跟前面那個句子一樣 都是指是部隊的撤退 ARMY那只是軍隊 剛剛跟前面的troop 這個字有點像 Our armies就是一個部隊 我們的軍隊 have retired 已經怎樣呢 撤退了 目的是為了幹嘛呢 to regroup GROUP這個字 本來是只一群一群一群對不對 那如果把東西給GROUP 就是編隊組合起來 那如果說regroup 就是重新編隊 重新編隊為了幹嘛呢 for a fresh attack Fresh在這裡可指的是new的意思 新一波的attack攻擊 換言之他們部隊看起來撤走了 事實上是幹嘛呢 我們的軍隊 往後撤退 重新編隊 準備發動新的攻擊 叫做 Our armies have retired to regroup for a fresh attack 終於達到這個單字的最後一個例句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說 He retired to bed but he did not sleep 又是retired to retired 退到哪個地方去呢 他退到床上去 就是救勤的意思 本來在外面跑跑走 回到床上去 去救勤了 去躺平了 但是呢 He did not sleep 但是卻沒有睡著 所以看起來就是 該睡 可是卻睡不著 這種感覺 叫做 He retired to bed but he did not sleep 當然你也可以講說 He retired to bed but he did not fall asleep 但是卻沒有睡著 因為睡 睡覺這件事情 是sleep的一個狀態 但是如果睡著的這個動作 叫做fall asleep 好吧 這個單字的 單字量 資訊量有點大 那就辛苦了大家 還是打話一句 如果覺得累的話 善加利用我們的時間吧 可以適當的跳轉 好吧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今天的第五個單字囉 繼續來看一下 今天的第五個單字 也是我們熟悉的一個字 叫做background back就是後面 ground就是土地 在這裡 background當然是你的背景啦 或是某件事情發生的前一後果 像這個歷史 緣故啦 經濟背景啦 教育背景啦 什麼的背景 你可以這樣講 當然你的個人條件 文化背景啦 或者是天后啦 什麼情況 都可以叫做background 太多東西了 好吧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這個單字 例句也很多 所以趕快來看 不要浪費時間 先來看一下 Yahoo的第一個例句 這裡說 He took a picture of me with the pavilion in the background pavilion當然就是指的是 梁亭亭子 那pavilion in the background 就是到梁亭 在後面的背景 所以他幫我拍了一些照片 a picture of me took a picture of me 請記得不是took a picture for me 是took a picture of me 所以常常我們碰到外國人 想說 你可以幫我拍個照 can you take a picture of me 記得是of這個機器詞 所以他幫我拍一張照片 而這張照片是什麼樣呢 with the pavilion in the background 他以那個涼亭為背景 給我拍一張照片 這個看起來就是很棒的畫面啦 繼續來看一下 第二個例句 這裡說 This book giv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vil war Civil war的話字面上 當然就指的是內戰 但是它在歷史上的話 它有一個特裝的名詞 當然指的是美國的南北戰爭啦 所以這本書呢 Give the background 給了什麼樣的背景呢 the civil war 所以讓我們知道說 南北戰爭當時為什麼會發生 當時發生的歷史背景 叫做 This book giv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vil war 繼續來看一下第三個例句 他說 He came from an impoverished background 好 impoverished 字面上就是說 讓某人會變貧窮 像POR這個字就是窮嘛 對不對 那各位可能學過一個字叫Poverty Poverty 指的就是貧窮這個字 那如果說某個人被人家impoverished 就是有東西讓他變窮了 那所以在這裡是用被動式啦 He came from an impoverished background 就是說他出身貧寒 家裡面就比較窮 叫做 He came from an impoverished background 感覺上好像這個例句 impoverished這個字才是本體 有空去查一下 有空去查一下 至少他跟POR這個字是一連串的關鍵字 注意看一下 那麼來看一下Yahoo的最後一個例句 這裡說 有人就是這樣子 他意思說 She has a lot of power 他有很大的權力 他影響力非常大 可是呢 卻不是很想拋頭露面 因此呢 but likes to remain in the background 剛剛講說remend這個字有點像 keep啦或stay啦 就是停留 所以喜歡停留在哪個地方 停留在background 不要讓別人注意到 所以他喜歡退句幕後 但是事實上他的實力是很大的 所以醜聞講說中嫂子 那常進人中人 影響力很大 可是都退去幕後 叫做 She has a lot of power but likes to remain in the background 繼續來看一下Loneman的例句 這裡一共有兩個句子 那第一個句說 The peace talks are being held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violence 好 後面的increasing violence的話 就是越來越加劇的violence increasing不是增加嗎 violence就是暴力 逐漸加劇的暴力 那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violence的話 是在一個怎麼樣呢 在一個 逐漸暴力越來越多的一個時空背景之下 所以在這裡呢 the peace talk peace talk就是指的和談 看起來很像俄乌戰爭一樣 看能不能發生和談呢 這個和談是怎麼樣呢 the peace talk was being held 正在被held H-O-L-D 這個字是舉辦 那在這裡 being held的話 當然就指的是被舉辦啊 所以這個和談 正在被舉辦 為什麼呢 against a background 是基於這樣子的背景 of increasing violence 換言之字面上就是說 因為背景跟前景 是本身是一種對比色 他用一個介系詞 是用against 它叫逆者一樣 所以整個句子就是說 在逐漸升溫的暴力情況之下 舉辦了這個和談 為什麼 因為在不舉辦和談的話 可能就會死更多人 當然就要去做這件事情啦 好 繼續來看一下這個單字的最後一個DG囉 without knowing the background to the case I couldn't possibly comment without就是在沒有什麼情況之下 knowing叫VNG 在不做這件事情的情況之下 得知什麼呢 the background to the case case指的是這個個案 在不知道這個個案的背景情況之下 所以你記得一下 他介系只用to the background to the case 他不是講說the background of the case the background to the case 他用to這個介系詞 剛剛講 南北戰爭的時候 他是用of 在這裡是用to 然後呢 在不了解這個個案的前因後果情況之下 I couldn't possibly comment 那possibly的話就是所謂的可能 那comment的話就是評論 所以換言之 在不了解前因後果的情況之下 小弟我是不可能做出評論 我就不予置評啦 叫做 without knowing the background to the case I couldn't possibly comment 的確是這樣子 所以對一件事情要批評的時候 最好要了解前因後果 不要隨便就加的話 那結果就講的話就評論了 結果你的話就被引用了 OK 這個小心不要做這件事情 要緊嚴盛行啊 繼續來看一下今天的最後一個單字 這個單字很好懂 叫做time consuming 這個可能在以前課本上都有看過 time指的是時間 consume c-o-n-s-u-m-e 這個字是消耗 所以一個東西如果是非常time consuming 指的就是所謂的耗時啦 consume這個字是消耗 你也可以指的是去買東西的那種消費啦 或者是說你是個消費者叫做consumer 對對consumer 當然如果說一根木頭被火燒掉 或者是氧氣因為燃燒被空氣中被消耗掉 你也可以叫做consume 那它的名詞叫consumption 這個字順便講一下consumption 指的是消費行為 或者是東西被消耗掉 水、空氣、金錢、物資、原物料 乃至於剛剛講說氧氣 或者是木頭被燒掉 這些東西都是consumption 可以這樣講 好在這裡的話 time consuming自然而然就指的是一件事情 非常費時啦 我們就來看一下 longman有三個例句 那第一個例句說 repairs can be time consuming and expensive repairs 就是某個東西的維修 那某種修復過程當中怎麼樣呢 就像這兩天烏克蘭有個水壩被炸掉了 所以如果要修復它的話 可能會怎麼樣呢 repairs can be time consuming 是非常地曠日費時 而且怎樣呢 expensive 代價高啊 所以可見這是又耗時又貴 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例句說 taxi permit當然指的是 你要去開計程車的一個核可 許可照 像那個我去香港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要過了這個地底隧道以後的話 要某種顏色的車牌 才能夠在那個地方營業 否則的話 就不能進到某個區域裡面去 所以可以指的是 taxi permit指的是說 怎麼樣呢 計程車的一個執照 然後呢 unlimited 本身是限量的 而且是怎樣呢 can be time consuming to obtain Uptain 只是獲得 所以你要取得一張 那個 計程車的執照 本身是非常耗時的 所以整個句子是說 taxi permit are limited and can be time consuming to obtain 就是說 計程車的執照本身是限量的 而且要獲得 可能要需要花非常多時間 好 終於得到今天的最後一個例句 這裡說 we wanted to avoid coasterly time consuming legislation legislation之前有提過這個單字 就是立法的過程 或者是法 就是立法的動作 所以呢 we wanted to avoid 我們想要去 避免什麼事情呢 coasterly就是 花費很高昂的 time consuming 耗時 所以就是說 legislation就是立法過程 所以我們 本身想要去避免掉 這個耗時 又耗費金錢的立法過程 也許就乾脆這件事是不做的 或是某個方法 就跳過這個法律 不管怎麼樣 反正他就是想跳過 只是不想想避免這個麻煩 就是叫做 we wanted to avoid coasterly time consuming legislation 這不一定是正當的事情 不曉得 OK 好吧 今天的課程終於結束 那在結束之前呢 還是帶著大家 先把這些單字再唸一遍喔 第一個字 Agile Agile 第二個字 Greedy Greedy 第三個字 Fret Fret 第四個字 Retire Retire 第五個字 Background Background 第六個字 Time consuming Time consuming 辛苦的大家陪伴李老師走到最後 還是老壞句 如果覺得累的話 就善用我們 那個 YouTube影片上面的 Time code 或是應該說Time stamp 可以講說時間初記 有空剩下利用 那 期末考到了 OK 如果你如果暫時沒有時間 可以聽李老師的Podcast的話 還是一樣檔案存起來 有空的話好好地聽 不過說真的 這種事情不要激多 因為有些時候 東西一累積 我們就會 懶懶去做 有些時候 要學習這件事情 要保持狀態 是很困難的 那大家就 好好的 免利彼此 那就祝各位同學 期末順利 我們下禮拜再聊囉 掰掰